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你来讲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2年8月24号 这一期咱们聊一聊近期在武汉新州区叫攀潭街发生的一件事情 什么事呢,就是一个90后的一个女孩 可能回乡创业吧,投了一百多万 在村里种南瓜 结果呢,频频遭到附近村民的偷窃 这个女子没有办法,然后找村委会商量 让村委会想办法,然后又报警 然后实在不行,拍视频,发到抖音发网上 结果还是不行呢,这些偷窃的人呢,反而变本加厉 不仅偷,反而还要把他没偷的那些南瓜破坏掉 就是变本加厉啊,而且是不是有一种警告啊 或者叫什么,发泄不满的这种意思在里面 我也看了一下啊,这个网上视频很多 去偷南瓜的大部分都是六七十岁以上的老人 这些人呢,先是拿着麻袋去摘南瓜 后来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拉着板车 骑着三轮车去偷,这就是搬运呢 大白天呢,他都不是晚然呢,直接就去摘啊 那么这个事情在晚然,引起了一个热论 而且还上了热搜 我也看了一下啊,各方的评论 有些人呢,可能就出气愤嘛 对这是不了解 因为这些很多年轻人呢,对农村确实不了解 他们指责这些老头老太太去偷南瓜 指责当地啊,这些政府不作为 警察也不作为,怎么不把那些人抓起来呢 对吧,这不是纵容吗?等等啊 就是他指责的也没错 但是呢,我看大部分人呢 他对这个农村的这一套啊 就是为什么这些人会去偷 对这个理解不透 或者就他了解不了 所以今天啊,我来给大家分析分析 因为咱们是从农村出来的,见识过农村 穷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所以对农村的情况还是很了解的 首先一个啊,咱们不能否认 农村的,尤其是这个年纪的人 六七十以上的,素质比较低 这个当然跟他的受教育程度 文化程度有相当大的联系或者是关系 但是呢,也跟他那种叫骨子里面的 或者基因里面的这些东西 或者某种因素啊,都有关系 就不要说农民了 城里有很多人,素质也很低啊 还有一些农村的啊,进城的 年纪不大啊,二三十岁的 素质非常低啊 我就举个我身边的例子啊 就我们这附近公园里面啊 不都栽了什么果树吗 有那个柿子树,有那个杏树 也有桃子树,就这些果子啊,果树 我就经常发现啊 有一些年轻人啊,二十多岁啊 夫妻俩带着孩子 孩子大概就两三岁,推着 然后在公园里溜弯的时候 他看到桃树啊,或者这果树 就拿个塑料袋去摘啊 爬到树上去摘啊 你说这个水果它吃不起吗 去买也没多少钱一斤啊 最最主要的啊 就公园里那种水果啊 其实不好吃 那没有那个专门种植的水果啊 好吃 就这个难吃的啊 他都要去摘 而且每次要摘一袋子 而且我看不是一个人摘 还有别的摘 有的都是带着孩子 你说这个言传身教啊 孩子他也不懂啊 他就父母也摘 那他长大了他也会摘啊 公园里啊,管理人员 有的时候也会管干涉 他们就理直气壮啊 他有他的逻辑啊 他的逻辑就第一个 这个反正也没人吃啊 掉下来浪费了 第二个 这个果树啊 想象是没有主人 你说是公园种的 公园是谁啊 在他们脑子里面啊 没有主人的东西 他就可以拿 他不是说啊 不是我的东西 我不能拿 他不是这么想的 他的逻辑是 只要这个东西没有主人 或者主人不明 那我就可以拿 不拿啊 就吃亏了 这就是很多中国人的逻辑啊 为什么叫挨占小便宜啊 实际上这些东西 也不是没有主人 他是有主人 只是这个主人呢 传属不是太清晰 或者就不是太关心这个事情 对吧 那你不关心 我就关心了 我就帮你摘吧 这就是他的逻辑啊 这个可不是农村老头老太的 这可是在城里面的 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呢 肯定是上个大学的 带着孩子啊 你说都是这种素质啊 所以说发生在一个什么 穷乡僻壤的老头老太的 去称存结队的啊 去摘南瓜 可以理解 就是我一点都不觉得吃惊 所以说第一个 是素质 是文化 还有一个什么 基因 没有良好的教养 这个我们以后再说 我说第二点原因 大家也没有发现呢 这个视频里面啊 成存结队去摘南瓜的 都是六七十岁以上的 这些人 他们的童年 都是挨个饿 那种饿啊 是刻骨铭心的饿 不是咱们普通的 说两顿饭没吃那种饿 他是经历过 六零年 什么三年自然灾害的 那种饿啊 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不知道下一顿在哪里 不知道自己会不会饿死 那种饿 都是一种恐惧了 已经刻入骨髓啊 深入骨髓 所以啊 他们对食物 天然的 就一种占有欲 咱们也经常看到视频呢 就中国的旅游团 到国外去 只要是自助餐呢 那基本上就完蛋了 那个产面 可以说用惊悚啊 你什么东西上来 马上就没有了 对吧 就抢关了 尤其是稍微好一点的 什么螃蟹啊 或者啊 就是咱们俗话 是稍微贵一点的东西 他也不管自己能不能吃得了 总之啊 几大盘子一抓就没了 你这种视频 咱们经常看到 这说明什么 这个自助餐啊 它是交了钱的 你也不能说他 但是这个和抢和偷 除了交了钱的这点区别 心理上是一样的 就是多占 多吃 不吃就饿着 好东西 要多占一点 占便宜嘛 你不吃对吧 你螃蟹你吃两个 别人都吃了八个 那你就亏了 他都是这么想的 掏的是同样的钱 为什么他吃了八个 我只吃了两个呢 不行 对吧 我得跟这个自助餐的 他的药六个 吃不了打包带走啊 年纪大的人啊 对饥饿呢 可能有点记忆 年纪轻的 可能就没挨个饿 如果你没有挨个饿 你呢 可以去看一下 莫言写的 什么凤乳飞腾 看看他对饥饿的 那些描写 然后啊 你再跟家里的老人 多聊一聊 关于饥饿 加深一下自己的 对饥饿的这种理解 你没挨个饿 你不知道饥饿 有多恐惧 你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啊 你可以为了一口吃的 做任何事情 没有任何尊严 让你干什么 你就干什么 就是为了得到一个馒头 或者是半个 所以说呢 你看 这个时代成长起来的人 对吃的 那是有一种 天然的情愫在里面 所以啊 他们到地里去 偷南瓜的时候 他不是说 我偷一个回去尝尝 这个有点也能理解 对吧 农村的嘛 你不能要求太多 但是他拿板车 三轮车去拉 那可就不是尝尝了 实际上大家想一想 那个南瓜 反正他弄回去 他也卖不了 吃嘛 你说南瓜怎么吃啊 熬粥 还能干啥 把它做成什么吃呢 反正我在菜市场啊 我看卖南瓜的很少 没什么人买 这个南瓜 其实吃法不多嘛 不是什么特别好的东西 那你说这老头老太太 拿三轮车去偷 偷回去干啥呢 晒 晒干了准备干啥 所以说其实没什么用 但是他就要偷 不偷就吃亏了 就像这个俄罗斯啊 对这个领土的扩张 这种执着是一样的 不占你一点地方 那就是俄罗斯吃亏了 所以他千万百计的 要多占地方 第三个 实际上跟第一个有关 就是法治观念 和这种思想状态 农村人啊 这个法治观念比较淡薄 你也不能说他没有 一些基本的法治观念 他也是有的 什么杀人偿命啊 这些观念他是有的 就是说白了 就是历史上啊 传承下来的那些 朴素的法治观念 或者是封建社会的 那些法治观念 他都是有的 但是现代社会的法治观念 他是没有的 我就举个例子吧 现代社会的法治观念 比如说男女平等吧 男女都有财产的继承权 但是在农村里面 你说女孩子有财产继承权 这是在父母啊 都受过高等教育 或者至少受过教育 或者在外面打工啊 走南传北 有一定的见识之后 他才有这种观念 如果他一直在农村呢 比如说这六七十岁的人 他的观念里面 男女肯定是不平等 儿子和女人是不一样的 那你说按法律来分割财产的话 儿子女儿都得继承财产 但是在农村就是不行的 女儿是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你怎么可能还能回到娘家来 主张你的财产呢 我这是举个例子啊 就是说 你现代的法治观念 他们是没有的 或者很弱 所以有的时候啊 在他的眼里啊 偷南瓜不叫偷南瓜 对吧 农民嘛 去偷南瓜 顶多叫妾 跟空一几是一样的 所以他不觉得这叫犯罪啊 他也不觉得这是犯法 第四个呢 就是从众心理 这是在农民身上 表现的特别突出的 很明显的 什么叫从众心理啊 就是那个老头老太太 去摘南瓜 没事 对吧 隔壁村的老头老太太 又去摘了 也没事 那我也得去摘 那大家摘都没事啊 我为什么不摘啊 你说这是我种的 你不能摘 这摘就是偷 那怎么别人摘都没事呢 他就是这么强烈的从众心理 所以啊 在农村里面 特别容易发生哄抢嘛 当然了 其实城市里面也容易发生 跟素质还有有关系的 咱们也看到新闻了 比如有的大货车司机 是不是在高速上面 出了车祸 拉着一车苹果 或者拉着一车什么 其他东西 翻车了 一路让高速公路下面全市 有的地方村民呢 还帮他做好事 把他一个个的捡起来 放在篮子里面 一颗苹果的不少 有的地方呢 就哄抢了 对吧 什么一颗苹果都不少 就一个苹果都不给你留下 你看不同的地方 也有不同的结果 这种新闻 大家都可以找到的 都是中国农村 差别在什么地方 差别就是在 就是从众心理啊 如果这个大货车翻了之后啊 你第一个 第二个来到现场的人呢 号召大家捡苹果 捡起来不要拿走 就放在这儿 那后面来的这些村民啊 都这么干 都觉得应该捡起来 放在那儿 这是做好事 人心毕竟都是善的嘛 但是如果第一个第二个来捡苹果的人啊 捡完了之后 抬回家了 那后面绝对都这么干 都是捡了之后抬回家 一个都不给你剩啊 就是这么极端 这就是从众心理 同样啊 在我们老家 我们那个老家的土地啊 都是包给大户种了 这个我一直在节目里给大家介绍啊 就是一亩地 一年两百块钱租金 大户租去种去了 这个大户 它下面没有人的 它就是忙的时候 会请几个人帮忙 帮他收割什么的 平常都是机械化嘛 它可能管理两千亩地呢 而且它那个地也不是成片的 也是这儿一块几十亩 那儿一块几十亩 都是这样的 毕竟也有人不租给大户的 那你大户也没办法 所以这个大户的地中间也是隔着的啊 不是一大片 那我们那儿就没有发生这种哄抢的事情 没有人说 把这大户家的那个黄豆啊 摘了回家 没有 但是我们呢有什么呢 有捡黄豆的 这是我回去 经常听他们老人说的啊 他们没事干就出去捡黄豆 我说为什么还捡黄豆啊 实际上是什么呢 就是这大户啊 都是机械化种植嘛 那个黄豆啊 它摘完了之后啊 地上都有洒落的 还有一些没摘干净的 从大户角度来说呢 这个就是不要的了 他不可能再去 请人再去摘 那他的工钱都不够 所以他一般的就不管了 不要了 那这些老头老太的 没事干就跑到这地里啊 去捡这种黄豆 就是一个季节下来啊 他们多的能捡个一百斤 实际上没多少 就是去捡一粒一粒的捡 但是说去大户地里提前收割 没听说这是 所以说武汉这个偷南瓜这个事情呢 可能是有人呢 先偷了 没人管 或者没重视 再第二个人去偷 也没重视 就形成个风气啊 最后导致什么呢 导致我不去偷啊 那是吃了亏啊 中国人他就这种心态啊 别人偷都没事 或者他都不认为这叫偷啊 别人摘都没事 我摘就有事 你不是针对我吗 大概啊 这么几种因素啊 导致这个集体 偷南瓜的这种 或者组团 偷南瓜的这种事件 但是你说 要治理吧 其实也不难 从这个 90后的这个女孩啊 她去承包 这么的地 中南瓜 她如何避免这个事呢 其实不难啊 没有那么复杂 她只要对农村很了解 她就能把这事处理的 游刃有余 当然跟个人的这种能力和素质 也有关系 还有个阅历经验 如果啊 你想到农村去包一块地 想搞你的事业 创业 现在不都是号召 找不着工作的大学生 下乡吗 这个国家法会委 还是国家很多部门 都是号召的啊 要下乡 到农村去创业 那你总得一块地吧 所以啊 要想避免 你的劳动成果 被别人哄抢了 那你得了解当地的民情 首先第一个啊 你在当地得有亲戚 你对当地啊 还比较了解 否则不要贸然去 那个地方投资 这是第一个啊 第二个呢 就是你要承包的地啊 你跟那个地主 对吧 租地跟你人人 关系要好 你千万不要为了点租金啊 给人家闹矛盾 就跟人家关系要出好 人家愿意帮你 那么你在当地啊 没有势力嘛 因为你人身地不熟 你是陌生人 农村里是叫熟人社会 城里面可以叫法治社会 这是两个概念 农村里是叫熟人社会 熟人社会好办事啊 所以那你不是熟人 那你就得找一个熟人的 亲戚在也行 没有亲戚嘛 那你租地的这个地主 你要跟他关系搞好 你要出了事情 他会帮忙 他如果站出来 替你吆喝一下 比你自己找村委会 找警察都管用 第三个呢 就是要跟村委会 搞好关系 让村委会重视 第四个呢 就要跟当地的 这个名门望族啊 咱打个引号啊 农村里都有名门望族的啊 或者在旧事会 你可以叫乡贤嘛 或者是乡生嘛 总之大概是一个意思吧 或者是一个功能 就是这种人呢 他也不输入政府 但是他说话在当地好用 大家都给他的面子 或者反过来说就怕的也行吧 你说他是黑社会也行 总之这个界限比较模糊嘛 你把这四个方面 只要搞好了 你就基本不会出现什么 祖团去偷你的东西 哄抢你的劳动成果 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 而你要搞好这关系 其实挺简单 农村里面啊 你不像城里面啊 你送礼 贿赂 农村里面是叫小恩小贿 一包烟呢 顶多送一条烟 那就是很不错了 有的时候啊 你请他吃个饭 说一千到一万 就是你给他的面子啊 你体现出来对他很尊重 你就把人搞定了 农村里面那些穷心极恶的也有 那些吃拿卡药啊 想从你这儿勒索的肯定也有 但这毕竟都是少数 农民啊 大部分呢 还是比较本分 就是那种 它是观念不同 它并不是坏 你只要把这四个方面搞定了 如果有人去你的地里偷南瓜 你出面解决不了 那你找村委会 对吧 村委会他会积极的帮你用大喇叭 广播的 告诉所有的村民啊 偷南瓜可是犯罪啊 抓住了 拿你们老头老太太没办法 但是你们的子孙入学啊 参军呢 考公务员呢 那都是考不了的 马上就管用了 孩子上幼儿园上不了 或者说影响你的孙子参军 或者影响你的孙女儿考大学 影响你的儿子找工作 那就完了 那老头老太太马上就听了 你要说把他抓起来 他无所谓啊 你把他抓起来 你还得管饭 完了他在看守所啊 在排出所 如果出点事 你还得负责 那他才不在乎呢 或者你要找那个名门望族 这些人呢 只要跟那个左邻右舍 或者是为首的 就是偷西瓜的 偷南瓜的这些人 打个招 说一声 这些对吧 毕竟人家外地人来了 总之啊 人家有一套说辞 他一说啊 那些农民就觉得有道理 这个事不能去偷 实际上 你要跟那个地主关系好 也一个道理 就是地主啊 他是本地人呢 他会出面帮你说话 他会找那些老去偷的 那些老头老太太 给人家做工作 他一做工作就做通了 因为他们知道 怎么去做工作 农村里面 每个人都有把柄 被别人捏着的 短处啊 还有不能接着山巴 都有嘛 你不知道 但是人家知道 人家去一聊 这些人可能就不偷了 这些人不偷 就像那个羊唇效应 就投羊 他不偷了 那后面羊 他就也不会去偷 你看 实际上农村的 你说复杂也复杂 你说简单也很简单 视频的开头啊 咱们说了 关于饥饿 这两天正好 咱们也聊了邓小平 中国人真正的啊 说不挨饿 能吃饱 敞开肚皮吃 就这改革开放四十年 历史上都没有过的 为什么说这个事情 意义重大呢 在吃饱肚子 这个问题面前 你其他的任何问题 都不是问题 换句话说 在解决人吃饱肚子之前 你谈的那些 都没有任何意义 空谈 说话都是轻飘飘的 有什么意思啊 我不知道谁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啊 养一个富人很容易啊 你通过自己的努力 可能很快就能支付 像马云那样 成为一个首富 或者是许家印这样的 但是你要养一个贵族 需要三代 持续不断的努力 三代人 前提你得富啊 有钱呢 关于有钱还不行呢 还要努力 连续三代努力 才可能培养一个贵族出来 那我们套用这样的话啊 你得连续三代人 不挨饿 敞开肚皮吃 吃饱 让吃啊 再也不要成为 中国人的一个问题 那么中国人的思想 就会发生变化 中国人为什么 那么多叫劣根性呢 就是跟吃有关 因为历史上 中国人就从来没吃饱过 总是饥饿 一饥饿你想干什么 都是为了吃嘛 为了吃就得抢啊 很多观念 都是跟吃有关的 苍饼食而知礼节嘛 吃饱了 才知道礼节啊 你关这十年吃饱还不行呢 那以后吃不饱呢 所以要连续三代人吃饱 把这个饥饿的印象 从中国人的脑子里抹掉 那为而中国人 这几千年的这种根深蒂固的 那些漏袭 那些思想 可能会得到缓解 或者得到改变 一旦中国人的思想 得到改变 才有后面 其他的事情发生 否则啊 都叫水中花 近中月 叫空中楼阁 谈什么都是白谈 正因为这个 所以说邓小平啊 1992年南巡之后 才显得他伟大 这是改变中国人历史 改变中国人几千年的 这个惯性呢 他迈出了一步 如果后面能够坚持三代人 四代人都这样下来 首先中国人的思想变了 你看他再出去旅游的时候 他也不抢了 开车他也不挤了 因为中国人体现在一个抢上面嘛 干什么都得抢 你不抢就没有了 所以说你看中国人干什么都急慌慌的 我现在投资下去 一百万 我要马上就要收回来 你说五年以后收回来 对不起 晚了 体现出一个抢吧 那我一百万 按道理五年收回来 我现在一年就想收回来 那怎么办呢 那些的不择手段呢 怎么赚钱怎么来啊 卖假货啊 你看那些网红 头部大V 赚钱那么容易 他还卖假货 为什么 就是一个道理 才会出现那些医生 在手术台上勒索你 那些民医院 为什么以利润为导向呢 要疯狂赚钱呢 就是我投资了这个医院 花了一个多亿呢 我明年就把它收回来 我不收回来 那谁知道后年是咋回事啊 能不能收回来都是个问题 所以他要明年就收回来 那明年收回来怎么办呢 那最好的办法就是 那从病人身上 得想办法把它榨干净呢 这一切的根源啊 实际上都跟吃有关 本质上是中国啊 一直就没富裕 尤其底层老百姓 那现在 这个四十年的改革开放 好不容易中国人 底层人 尝到了富裕什么意思 知道了吃饱饭是什么意思 这种成果不应该巩固吗 不值得这个大叔特殊吗 有很多人呢 说话非常轻飙飙的 觉得这一切都是应该的 只能说明你没挨个饿 如果有这种想法的人呢 去饿个一周两周 不是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 最后啊 再说到这个 回农村创业这个事 这个90后女孩 花了一百万 在农村种南瓜 这本身就是创业嘛 而且投资还不小呢 而且眼看也有成果 所以啊 回农村创业 说容易也容易 说难也难 就是这个营商环境呢 就是投资环境呢 千万不要提头挑子一头热 啥也不知道 一腔热血 带着钱就去了 那十一八九是要打水漂的 任何投资啊 不管你是在城里投资 在北京上海投资 还是在一个穷上恶水的地方投资 你都得事先去调查 实地考察 这个调查就包括民风的调查 这地方人怎么样 这个地方有没有发生个恶性事件 不能头脑一热就去了 然后你还得考虑一下 自己在当地 有没有依靠 或者能不能找到一些人帮你 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了 那你在那地方投资啊 投的越多 赔的越多 不要指望警察 警察没有用 一个是法不责重 第二个呢 老头老太太 警察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警察只能好言相串 那你说 总不能让警察天天在你们家地里看着吧 那警察又不是你们家的装丁 天天给你们一家看家护院 不现实 所以啊 不要盲睹 还是要调查清楚 好 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